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熊熊烈火不断燃烧 消防人员赶紧拉起水线灌旧 这是彰化县分原乡的一家塑胶工厂 在今天清晨4点多 突然爆炸起火 铁皮屋厂房全面起火燃烧 燃烧面积约700平 整个工厂几乎快被烧得精光 而巨大的爆炸声响 也把工厂旁的屋子窗户都震破了 居密形容爆炸声响像是气爆 甚至还以为是中国的飞丹要打过来 你怎么没在买的 我没在买 要做的就是要扮演什么样 对现场有存放这个甲粉 还有毕兰的爆炸剂 接锁剂之类的 它是制造生产这个木板 它做养工的工厂使用 所以导致这个出息有爆炸的行驶 消防人员获报后出动44车 102人前往抢救 获失于6点23分获得控制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而详细起火原因还在调查的一清中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最新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回主播